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六度探索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议题 台湾的出生率急剧下降 导致校园空荡荡 学校被迫停课 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 缺乏年轻劳动力的问题愈发严重 经济危机迫在眉睫 看看中兴私立中学的废墟景象 你能否想象这只是冰山一角 私立学校关闭潮已经开始慢烧盐 而政府的种种措施似乎都无法逆转这一趋势 经济压力、低薪高房价、传统性别角色等因素 让人们对生育望而却步 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这场人口危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台湾台北的中兴私立中学 沉默的校园里就像一座被冷落的闪亮乐园 客桌椅被堆成小山像是未点燃的篝火 这座学校在2019年因入学率低而关闭 成了台湾教育系统普遍面临的一个大问题的早期受害者 几十年来 出生率的不断下降 导致没有足够的学生来填满学校的教室 还有哪些学校会成为下一个倒下的棋子 走进教室眼前的景象让人不禁感叹 两名建筑工人正忙着把破旧的家具搬到皮卡车上 教室里仅剩的几张客桌像是被遗弃的战场残骸 《卫报》报道 这所学校已被卖给开发商成为了台湾教育危机的一个缩影 想象一下 曾经热闹的教室如今成了废墟 这种感觉像是看到一只废弃的邮轮在海洋中逐渐沉沫 根据台北时报 私立学校的情况尤为严重 入学率低导致财务问题 迫使很多学校关门大吉 教育部的数据显示自2014年以来已有15所学院和大学关闭 最近更有4所私立大学因类似原因被勒令关闭 私立学校教育者联盟主席吴俊忠预测 到2028年可能会有40的50所私立大学关闭 这情况之像是一场教育版的病河世纪 恐龙们一个个倒下 然而公立学校也并非高枕无忧 台湾高等教育联盟会长周平指出 虽然公立大学大多不会面临关闭的风险 但那些地处郊区排名较低或更注重人文学科 而非STEM 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科目的大学 未来风险最大 这些学校就像是在风暴海洋中的小船 面对巨浪的袭击随时可能被掀翻 台湾政府与东亚其他国家一样 曾尝试通过各种财政激励和监管改革来鼓励生育 然而效果不佳 原因多种多样 包括传统性别角色对女性的压力不公平 生活成本上升 以及平衡职业和家庭的困难等 卫报指出 台湾的工资相对较低 而城市住房价格居高不下 甚至有报道称台北是全球第二大最负担不起的城市 仅次于香港 这种情况下 人们多生孩子的意愿自然低得令人发指 住在台北的黎太太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她有个22个月大的孩子 但打算就此止步 她笑称 生一个孩子已经像是搬了一座山 再生一个 简直是要把自己埋了 她说儿童保育的成本太高了 无论在时间上还是金钱上 如果不提高工资和减少工作时间 很难考虑再生一个 她的想法其实代表了许多台湾父母的心声 简直是现代版的生育恐惧症 不过台湾并非全境都是这般惨淡 新竹县的情况就相对乐观许多 这里是台湾最富有的县城 主要因为半导体产业的蓬勃发展 吸引了大量年轻家庭定居 新竹的父母们似乎生活得比较好 所以竹北新竹县的一个城市的出生率 并没有显著下降 竹北的母亲侯女士表示 尽管如此 即使在这里 入学名额也变得非常紧俏 家长们为了抢一个学位 早在孩子还是新生儿时 就开始预入学 堪称教育界的强跑 嘉峰小学教务主任傅杰林也指出 竹北的很多初衷都人满为患 家长们为保住名额感到非常紧张 据当地媒体报道 预计到2027年 竹北的入学名额将短缺1000个 简直像是教育界的饥荒 然而 即使新竹的婴儿潮也在放缓 傅杰林报告称 过去两年的入学人数急剧下降 但他认为这不一定是坏事 学生少了 学校的教学环境会更好 学生空间也会更多 这种观点得到了工会领导人周永康的支持 他主张 那些摇摇欲坠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 应该与公立大学合并 而不是卖给开发商 避免教育资源的浪费 总的来说 台湾的教育系统正面临严峻挑战 尤其是私立学校 台湾需要找到解决方案 否则 未来可能面临更大的教育危机 然而 当前的现象也让人们看到了一些希望和积极的变化 比如在新竹等地 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和改善教学环境 可能找到新的解决路径 正如周永康所说 如果我们在公共教育上投入更多的资金 不仅能够帮助更多的低收入学生 还能提升整体的教育质量 或许这是解决台湾教育困境的关键所在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近年来 台湾的出生率持续下降 引发了社会和政府的广泛关注 台湾的出生率问题 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人口统计数据问题 它反映了社会 经济 文化等多方面的复杂因素 台湾的总和生育率 即每名女性医生中平均生育的孩子数量 长期低于更替水平 通常定义为2.1 根据统计数据 自2000年以来 台湾的总和生育率一直在全球最低的行列 2020年 台湾的总和生育率为1.07 2021年 进一步下降到1.12 这样的低生育率 使台湾面临着人口老龄化 以及潜在的人口减少问题 台湾低出生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经济因素是主要原因之一 高房价和高生活成本 使得年轻人推迟结婚和生育 此外 工作压力大 工作时间长 也导致很多育龄夫妇 选择少生或不生 此外 女性的教育水平和就业率不断提高 使得她们在生育决策上更加谨慎 这些因素共同作用 使得台湾的出生率难以提升 低出生率带来的直接后果 使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剧 据统计台湾在2018年已经正式进入 高龄社会 及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4% 而根据预测 到2026年 台湾将进入 超高龄社会 及老年人口比例超过20% 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 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 如劳动力短缺 养老金负担加重 医疗需求增加等 为了应对低出生率和人口老龄化问题 台湾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例如政府推出了育婴津贴 托育补助等经济支持政策 帮助减轻家庭养育子女的经济负担 此外还通过立法延长产假 推动职场友善政策 鼓励企业威育而提供更好的支持环境 然而这些措施的效果仍然有限 整体出生率的提升仍需一个长期的过程 总的来说 台湾的出生率问题 不仅仅是一个人口统计数据的问题 而是涉及到经济 社会 文化等多个层面的综合性挑战 如何通过有效的政策和社会改革 来提高出生率 成为台湾未来面临的重要课题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i参与合作 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6du.wor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词曲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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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